长相并非第一眼美女的她 19岁获得香港小姐金军 反被朝最丑港姐 靠饰演低质女孩逐渐被观众认可 又为排喜增肥四十斤 难逃丑的标签 场后最快付出惹人质疑 老婆扛起养家重任 老公撞不动钱 到底是给老婆当后盾的好男人 还是世纪软饭王 苦连八年被辜负 当初倒贴三千万 嫁软饭男的胡信尔 正因有了老公的支持 如今才得以大胆追逐自己的事业和梦想 在2021大湾区中秋音乐网会中 胡信尔与隔谈前辈钟振涛一同现场 再次将她推入大中视野 最丑港姐出身的胡信尔 可以说是误打误撞 闯进了与之格格不入的世界 在香港成千上万的女孩 想通过港姐选美改变自己的人生 1999年胡信尔机缘巧合下报名参加 没曾想竟一路过观转将 拿到基军的规冠 面对这份成绩 当时的媒体充满了这一生 观众似乎还不能经受 眼前这个有点包牙 顶着一脸囧的新秀 世界上似乎很多事情都是注定的 愿挫愿勇的她 始终相信自己 尽管没有美丽的领弹 也可以演好戏 靠着这份拼劲 辗转几年龙套生涯后 在电视剧《柳金岁月》中 饰演低质女孩一角 才得以出入观众视野 凭借这个角色更是勇夺 当年飞越进步女艺人奖 爱美是每个女生的专利 在拍摄《肥铁喜事》时 胡信尔却为了角色疯狂吃 这时胡信尔似乎已经不在意 丑这个标签 就在胡信尔事业拥有 未来阳光照耀之时 月老也赶来凑热闹 给她投射了一抹暧昧的月光 事业风环路转 好事曾见跌出 撕碎了丑的标签 逐渐被大众认可的胡信尔 在电视剧《活得野蛮婆婆》中 与黄宗泽搭档饰演情侣 被称为最强人气荧幕情侣 假期真作 月女无数的黄宗泽被胡信尔所吸引 对她展开猛烈的追求 这场追求并没有持续很久 胡信尔很快便答应了 或许当时两人事业正处于上升期 不想因为感情被外界过多解读 双方始终不肯承认这段恋情 时间一久 开始担心恋情外露的胡信尔 不惜花费1.2亿 购买两套连在一起的房子 将中间墙壁打通 就这样 两人悄无声息地过上了统居生活 可止终究抱不住火 在媒体的追击下 胡信尔逐渐松口 等我拿到诗后就公布恋情 诗后成了她的执念 2011年终于如愿 拿到诗后的胡信尔 颁奖当天 哭着对现场嘉宾大方承认恋情 黄宗泽更在谈下宠溺的笑着 两人如同金桶玉女一般 一个英俊潇洒 一个冰雪聪明 可谓是绝配 影迷都觉得他们会结婚 但每当问及婚姻问题 两人总是在逃避 风流倜傥的黄宗泽 扮演了无数花花公子 俘获万千少女的芳心 如今看来却是本色出演 再三脏受背叛的胡信尔 彻底对黄宗泽丧失了信心 最终和纪灵晨看清子一样 这段姐弟恋终归没有坚持下去 胡信尔在2012年彻底宣布 与黄宗泽和平分手 也为这段长达八年的感情 发生了句号 这八年来 但凡黄宗泽求一次婚 胡信尔定会变成黄太太 自此黄宗泽被关上了 长不大孩子的标签 而胡信尔却遇到了 那个把自己宠成孩子的李承德 分手后不久的胡信尔 便传出与猎头公司高层 李承德恋爱的消息 因为不是圈内人 这段感情给了胡信尔 完全不同的感受 也让她感到了很强的安全感 两个人的发展非常快 没过多久 胡信尔开始晒婚纱照 尽情捡筹备婚礼 最终俩人在2015年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礼信常受邀出席的黄宗泽 大敌也会想起 以前那个陪伴她的胡信尔 只是逝去的时光不会回来 错失的人也回不去从前 现实就是现实 那段八年的一男平 早已成为了历史 爱情不在长短 情深在缘分 当初胡信尔倒贴 三千万之班婚礼 也正是这样 令李承德 被误认为是软饭王 如今 刚是完三胎的胡信尔 急于付出 更是引得大众质疑 面对外界的质疑声 只能说是李承德 太过低调 外界对她并不了解 胡信尔不是下嫁 李承德也不是高攀 胡信尔曾发前子文 力听老公 魂一如水 冷暖自知 幸不幸福也只有自己知道 李承德也很谦虚地表示 自己有几家公司在运营 家庭和小朋友最重要 回首一男平的八年青春 无今五年暴杀的速度 犹如坐火箭 丈夫有着自己的事业 却愿意为亲子的梦想 义无反顾地选择支持 胡信尔也得以放下包袱 权力冲刺 正因为李承德 给了胡信尔这份安全感和底气 才会让他有勇气 暂停自己的事业 甚至作为高龄产妇 冒险生子 如今 这份家庭事业双丰收的幸福 或许是对胡信尔 多年艰辛的最好回报吧